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手 一个正常的猴戏 换完之后还是 明霍天流起手 然后扶动剑 归焰迎略 前几点 归焰迎略 两套技能 跟原来是一样的 然后QTE技能 下来之后开棍子平A 穿插前几点 然后上天之后 上天之后 在这个山路段快好的时候 还有个0.5秒 你就可以下来了 下来的途中 这个山路段好 就直接开 然后这个时候你到地上 这个云阔天流放出来 会正好出现金中天 云阔天流之后 按这个仙击碟 取消霍遥 然后归焰 扶动剑应略 两套技能 打出来 加一个QTE技能 这就是金中天之内 把所有技能伤害打出来 然后这里 没有技能就一直平A 平A到这个黄色的这个豆 到4颗的时候 用这个应略凑过5颗 触发一下这个被动 然后浮动剑好了 就归焰 浮动剑应略 应略放完之后 同时这个1和5 这两个技能一起开 然后开绝技 继续 这就是第一套循环 在你第二个云阔天流好的时候 就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棍子刚A出来 然后云阔天流要好了 就不继续A了 直接放云阔 把这一套技能爆发先打出来 因为这个时候要出金中天了 把这个棍子平A打断一下 然后一套技能打在金中天上 继续A 直接上天 这个时候你浮动剑差个一点多秒 就可以提前下来了 不然的话 后边走就点乱 提前下来个一秒左右 这个浮动剑保证有的就放 就可以了 然后云阔天流 这波有的就开 然后这波金中天什么时候出 在你这个云阔天流和千几点开完之后 你这个浮动剑还剩5秒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龟焰迎略 QT技能就可以一起放 因为浮动剑4秒的时候他会出这个金中天 这波是先打龟焰迎略 QT技能 最后下来的时候再打浮动剑 这样 然后下来的时候龟焰浮动剑迎略正好能在金中天 最后一秒时候把技能打出去 打完之后就开绝技 继续A 前几点和信奉 有的就穿插进去 这波就正常把这棍子A完 因为这一波棍子马上就要A完了 浮动剑可以稍微等个一大秒 A完之后 这个浮动剑放的时候 正好能按到这个三个段 能吃到这个buff 这个时机放就可以 然后这波云阔天流先不开 留着下一波吃金中天 这波飞上去之后 这个浮动剑还有三秒左右 金中天就要出了 就可以下来了 下来之后还是云阔天流先几点 然后龟焰浮动剑迎略 吃一套金中天 这一套打完之后 你这个QT技能是吃不全的 但无所谓 有的时候能吃到一半 有的时候吃不到 不过无所谓 就这样打就行 然后下来之后 还是浮动剑有的就开 放完之后 就开始绝技 继续A 这波云阔天流好的 就直接放 这波云阔天流 它和金中天一起好的 云阔和千积点放完之后 也是龟焰永略加QT技能 然后下来的时候 浮动剑 不对说错了 这波好的之后 先龟焰浮动剑迎略 然后再QT技能 这样 还是金中天先吃龟焰浮动剑迎略 QT技能 最后放 在金中天里它是最后一个放的 下来之后浮动剑好了就可以了 然后这波 这波云阔天流和千积点放完 金中天就又要好了 这波是云阔加英略 然后QT技能 最后放那个浮动剑 因为浮动剑CD现在没好 千积点放完之后 然后这波注意下来的时候 不要先开这个龟焰再开浮动剑 因为金中天只有一秒时间不够了 浮动剑之后秒接英略取消这个后 浮动剑先吃到这个金中天 然后再放龟焰和永远就可以 这样 这波的话一定先开浮动剑 因为你先开龟焰的话 那个时间不一定够 然后最后一波 直接把装子秒 后面这个号的配置 这个号最高一把打了个四十万七千多 但那把数值比较高 没有这把打得好 这把打得比较好的一把 基本伤害就在四十万左右 没有 兄弟们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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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